来到除夕这一天 各个商贩和民众也做最后冲刺 赶着卖年货和半年货 那是的 今年的年干和年饼行情惨淡 虽然价格便宜 但是销售量不好 一些商贩感叹产品滞销 生意比去年差了一半 开始散装出售年干 那至于年饼的商人则说 因为百物上涨 消费者不愿意大手笔花钱 多数都是少量购买年饼 那接着跟随记者 消质会走一趟除夕的年货市场 除夕这一天 不少人赶着办年货 但年干的销售量 今年不如商家的预期 整体价格有所下跌 但销量却比去年少了将近50% 由于年干销量滞销 业者只好拆箱散卖 以倾销方式做最后冲刺 年干是农历新年必备的年货之一 那一般上家家户户都会购买年干来拜审 或是送礼有一定的需求量 不过受访的业者就透露 和去年相比 今年的市场买气并不好 直到今天除夕了 库存都还剩下一大半 今年的干比去年真的会比较慢 慢很多 去年我进货的一些价 到时上如果到今天的话 应该是差不多七七八八要卖完 就今年你看我还有一半的 像金还有存货 尽管有不少存货 但一些商家不担心卖不出去 也不会低价抛售年干 而是根据情况给予折扣 不会啊照样一样那个价钱 你会担心没有人买啊 你最近要是卖好吃的嘛 顾客有大量的拿货的话 我们都会给它一个折扣 如果是普通一两箱的话 因为干我们都今年都算不多 因为它成本低 我们也放得低 其实看到这个市场 现在都跑得很慢 所以我们不会放得很高 除了干 年饼的行情也不好 一名专卖年饼和年糕的摊贩坦颜 今年的生意特别难做 平时购买的人潮不多 年二九开始才陆续有顾客光顾 今天这个饼很贵嘛 哪一罐都几十块了 所以啊买两三块就百多块了 就会比较难一点 每一罐都要起两三块 所以那些人哪里有钱买 买少啦不是不买 至于拜神贡品销量则是不错 不少民众敢在最后一刻买其拜神祭品 比如手工售淘宝和发糕 售卖贡品的商家表明 从上个月开始就陆续接货订单 如今手头上的现货所剩无几 至于价格方面跟去年不相上下 我们都是跟着航行的 没有底价钱的 我们一个这样赚一块钱 没有底价没有下价 也是一样十五块 摊贩也表明 剩下的商品卖不完也没关系 还可以等到年初八营业后 再继续售卖给顾客 八度空间萧子惠吉隆坡报道